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封面云系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几乎都有这个正雨的情况发生 而且呢这部地区雨时还蛮大蛮明显的 甚至还半时就落零 不过还好的说呢 这部封面云系通过的速度很快 一下子呢就通过了下雨的地方了 所以很快的呢 很多地方虽然下起了蛮大的雨时 但是很快的雨时就停歇下来了 从卫讯图上面啊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封面云系正在逐境的通过台湾哦 所以其实呢在今天的下半天 有些地方呢就已经逐渐的脱离云雨带 已经开始逐渐的有阳光露脸了 那么目前看起来明天还有一波干冷的冷气团南下 会把水汽再往外推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图哦 最有颜色的部分呢就是封面云系 在明天受到干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就逐渐的被往外推了 又已经呢这样子比较偏干的天气情况 至少可以持续到这个周末假期 等于是呢从明天开始各地就有阳光露脸 而且呢会一直维持有阳光的好天气 到周末假期 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咯 只是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呢 阴风密的北海岸东北角东部地区 在未来这几天虽然说空气是比较干一点点的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阴风密的地形性降雨 东北角区域呢 雨是会稍微明显一些些提起领氧多加的留意了 不过呢并不是一整天都下这雨 大致上来说还是维持个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天气 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么在西班部地区天气状况就更加的稳定了 预计都是有阳光露脸 一天比一天还要在晴朗的好天气 只是呢因为明天有冷气团南下 所以明天的气温会持续的往下滑 蓝色的部分就是冷空气移动的这个范围了 可以看到呢冷空气在明天开始影响到礼拜五 才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所以预计呢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都会是这波冷气团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哦 到底会有多冷呢我们来看一下下 结果呢这几天呢其实北部地区都逐渐没有阳光了 但是受到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预计呢清晨跟晚上的低温会降到只有12度左右 高温也只有17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凉凉冷冷的感觉 又回到像之前秋冬一样的天气情况 所以提醒您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哦 那么呢礼拜五的白天过后呢 冷空气就会明显的减弱 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0度以上 到了周末假期呢更渴望来到24度左右的高温 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哦 明后两天受到冷空气以及浮射冷却的影响 清晨跟晚上会感觉比较冷一点点 低温只有15度到16度左右 不过呢高温却可以回升到22度到24度左右 意义问差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特别提醒您不要被中午的阳光给偏咯 虽然说中午的时候很温暖 但是清晨跟晚上太阳下山之后 还是会感觉比较凉比较冷一些的 提醒您早晚外出还需要记得搭配一件保暖的外套再出门了 那么同样的也是礼拜五白天开始 气温就会明显的回暖 周末假期高温设置可以来到26度左右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了 明天受到蜂蜜云系逐渐通过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就会转成一个干冷的天气了 而且各地呢也会逐渐的有阳光露脸 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情况 只是呢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 北部地区低温只有12度到13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低温也只有13度到15度左右 清晨跟晚上都会是比较凉比较冷的天气 提醒您早晚外出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些要多加留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